嗨 大家好 我们今天做一个家常肉饼 我们先把300克面粉倒入碗里 面粉我们一半用开水烫面 一半用冷水和面 这一步我们可以用筷子来搅拌 我们把所有的面粉搅拌成絮状 不同面粉它的吸水量不一样 这里就是用水量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最后我们就和成的面团它是柔软的 不是特别硬的那种 好了下面我们用手把它揉成面团 揉成面团后我们就盖上保鲜膜或者盖子 醒面20分钟 下面我们来准备肉馅 我们把肉切成肉块 放进绞肉机把它打成肉馅 我今天用的是猪肉 大家也可以做牛肉馅的试试 做牛肉馅的话记得加一点洋葱进去 好了肉馅搅好了 我们在肉馅里加一点黑胡椒 一点生抽 再打一个鸡蛋 再加一点蚝油 然后给它们搅拌搅拌 下面我们再切一点小葱 多放点葱花 葱香味会很好吃 把刚刚切好的葱花倒进来 加一点点鸡精 两勺牛肉酱 没有牛肉酱也可以不加 然后烧点热油淋在葱花上 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做馅本的肉馅就已经做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面团也应该熄好了 我们把面团拿出来再揉一揉 揉到表面光滑就可以了 然后切成两半 然后把它改成个薄饼 然后把我们的肉馅均匀的铺在饼皮上 锅好后如饰瓶用刀 给它切一刀 然后从切开的地方拿起饼皮把它捐起来 轻轻地擀几下 然后平底锅里倒油 把我们的饼皮放进去 把盖子盖上 然后让煎 一面煎了焦黄之后 翻面煎第二面 两面都煎到焦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来我们用刀切开看一看 这个饼的外皮是酥脆的 哇好香啊 大家如果喜欢吃面食的话 可以尝试做一下 看一看 一层一层的外酥里内 特别好吃 而且不用发面 锁起来特别简单 如果被馋到了的话 快去试试吧